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欢迎收看全民最大党 全民最大党 是的 很难得跟燕秋同台 只有这一台能够看到我们两个同台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新闻站 最近公司来了好多新晋员工 但我想他们学历一定没有我高 没有 我告诉你 我是台大毕业 我也是台大毕业呢 我出国留学过 我出国留学过 我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我是英国剑桥大学 在哪里 我是马里兰大学 还是电机博士 我是剑桥大学音乐 没有 很厉害是不是 很帅是不是 很帅是不是 很厉害很厉害是不是 你不要动手 你怎么样啊 我不要动手 你怎么样 我说了不要动手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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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干嘛 跑来公车站那么聊天啊 我们 我们来 够了 还不快去把地扫干净 扫上去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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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台湾 只要花两万块 就可以请到一堆博士 真划算 在台湾开工是真不错 哎 还有没有博士要来扫地的啊 啊 谁 老公你撞到了 是 这个这个 昨天啊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这个 庄志渊 莲 输两盘啊 但是这已经是虽败有荣了 对 虽然没有前三名 但是已经是我们历届 参加这个奥运桌球 最佳的名次了 给他掌声鼓个影子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 讨论跟这个 奥运完全没有关系了 我们要讨论就是说 我家有个颜碧森 他家有个硕博士森 那你家也有一个吗 对 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 台湾根据统计 硕博士森 大概台湾就有一百万个 那大学呢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 大学生呢 也是满街跑 那几乎呢 现在大学呢 也这个 这个 反而 岩壁的风潮 反而很盛行 对 而且根据统计 岩壁最研究就是 第一学府 台湾大学 每五个毕业程当中 就有一个是他要岩壁 对 这就是有一种现象 对 台湾的高学历的密度 堪称是世界第一啊 怎么会这么人满为患呢 我们今天要好好讨论一下 到底这些大学生 碩博士班 有些什么样的出路 好不好 那我们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昨天 屡败屡战 可以说 衰败游戎的奥运桌球国手 庄志云 你先把我的牌子返给我 对 这你的牌子 不好意思 哪有牌子 好像在打唱一样 这是我们的武器 大家好 我就是在这一次跟铜牌 擦肩而过的奥运桌球国手 庄志云 我其实在对于这次的表现 我觉得还满满意 我给我自己打88分 因为在出去之前 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进入8强 没想到进入到4强 那我也很谢谢国人队伍的支持 谢谢我们马总统还吃电 那让他等了20分钟 也许是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我是桌球里面打得最好的一个 其实我一定是全世界排名第5的 昨天这个全民最大党演员 10点多回家 准备看你最后一集 结果回到家你就输了 那那个 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 因为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很多人就在剖析 一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是站到上风了 那怎么后来会好像结结败退 很多人在分析 可能是因为发球的原因 因为像我们在桌球比赛的时候 我正常的发球 因为我这是刀板的时候 我还用削的 那德国的选手他也是用削的 那我看到他发球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看到 你不会用砍的 他用削的 你用砍的 砍不行啦 球会不好 所以当德国的选手 在发球的时候非常正常 可是他到了第二盘的时候 他突然 发球的时候 就蹲到桌子里下去了 这干什么 那我 那朋友 我相信你们现在应该看不到我 就像 就像我也看不到他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 球就发出来了 球就发出来了 所以我就 看不到他的球 就开始 不是很适应他的球 所以我有一点点紧张 节奏没有掌握到 节奏没有掌握到 因为他掌握到我的节奏 对 所以我后来我还是发现 既然是比赛都会有输赢 不过对这次 能够进到前四奖 拿到第四名 我也是很慢 很开心啦 大家鼓励一下啦 这没错啦 好 马上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前行政院长郝伯村 先生也来我们现场了 欢迎 大家好 我这是前行政院长 前参谋中长郝伯村 我今天已经就是四岁了 为什么我还能够深入虹中 一个表现出这么好的一个体态 看起来像五六十岁的样 为什么 因为我出生军女 我从小刻苦耐劳 七十年的龙马生涯 锻炼了我坚强的体魄 跟强身的意志 对 所以跟我讲 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不要再怕要当兵 有种的话 先当完兵 再回来掩蔽 是不是都 吸烈了 是 好 贝贝是有感而发 那炎毙的时候 当完兵之后再来炎毙 应该没有这种人 好 那我们再来介绍是 电影《黑暗骑士》的主角 布鲁斯韦恩加坎恩 大家好 我是蝙蝠夏 我这一次是倒立的最好的一次了 身为一个优秀的蝙蝠 如果说不会倒立的话 他就不配成为蝙蝠 对 黑 黑 黑 在黑暗中 我就是正义的化身 我的敌人 凡恩死胖是在哪里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是蝙蝠夏的死对头 邦恩 你是我的死对头 知己知彼百战百赛 那我问你 谁是黑暗骑士 黑暗骑士讲的就是我 邦恩 因为我是黑暗中的 恶势力 刚跟你认识的时候 是在黑暗中 骑着 爬雷车的一个骑士 如果说你讲话不清楚的话 你可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不行 我口罩拿下来 我就活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 这有过滤 这因为你们的 这空气当中太毒了 你了解吗 你讲话的时候 双手一直抓到这里 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啊 不是 这是我在电影里面的姿势 身为一个坏人 如果说没有安全感的话 你还在江湖跟人家走跳什么呢 你自己就算输了吧 品无虾 而且班恩为什么手上有贴沙龙班 不好意思 他跟我打的时候 不小心扭伤了手肘 这个班恩特别人 我是个佣兵 我以前是个巨能 我不小心也会受伤的 哪像品无虾 他外面穿着这个塑胶的 都不会受伤 刀枪不露 刀枪不露 谢谢大家 谢谢 怪人家穿着塑胶 他自己戴的安全帽 不会受伤 好 那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位了 好 接下来介绍是我们购物专家 私容小姐 还有她的机器娃娃 欢迎 大家好 购物有理 虾皮无嘴 我就是购物专家私容 那么今天我们要卖一个关子 要卖一个商品 好像是跟 听说现在台湾有很多人 在家里面 赖家王老五 赖家王小姐是有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 都一直拖着岩壁 再不然的话 就一直念书 一直念书 都不出来工作 那这样子 每个人都在家里念书 赖家王老五 赖家王小姐 那谁要从事生产 谁要出来工作 谁要来保驾卫国呢 旁边这个就是 这是我待会要卖的商品 他的店现在还没有充好 我们待会再来卖给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是 我家有个 他家有个 碩博士生 那么你家是不是也有一个呢 好 就是考虑到 我们台湾大学生满街跑 碩博士生也是到处都是 到底这样应该怎么来因应呢 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毕业就是失业 害了很多学生都不敢毕业 那延避的风潮又延续到现在 怎么办 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决 那我们来问一下 庄 庄泽 是 你自己这个十几年前 可以说我们翻开杂志 你可以桌球小霸王 是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加油 加油到现在了 你这次可能听说是 人生的最后一战了 你的手可以先停一下吗 其实也不是最后一战 我已经是三朝原来 那如果说政府有需要我 国家需要我的话 我还会 继续在打下一届的奥运 还要再打下一届 对 如果我的体力还可以的话 我们国家没有新人 但我要慢慢培养 我这边要讲一个就是 其实要叫学生 那么早就立定志向 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为像我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立定自己 要开始打桌球 像我示范的是反手抽球 正手发球 那我的这些绝招呢 其实也可以愿在 现在的学生环境 像比方说一刚开始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从小学 然后中学 高中到大学 这是最基本的桌球的知识 正常的推檔 就是推檔 球来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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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打不到球了 对 球来就打 是一部国片 在8月31号的时候 全台守红 球来就打 球来就打 原来是Promo这个戏 对 这个戏还不错 在8月底都会上映 就是一般的 这红杜拉斯演的嘛 球来就打 还有黄绍学 那你可以回来接演一出戏 叫做人来就打 对 我会比较奉悶一下店 然后因为就是一般的读书 他们读书的环境是这样子 就是很正规的去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打桌球的时候 要再学深一点的 就要学反手抽球 反学抽球 反手抽球 反手抽球 就是一般的人 都比较大学之后 可能还要去出国留学 因为多学用技能 对他将来比较有帮助 那如果说要再更进进一步的话 就要学削球 削球就是当对方杀球的时候 我们要拉开一段距离 让这个球慢慢的跑回去 削回去的时候 等到对手失误的时候 我们再找反攻击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也是比较难一点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人 他们读书的时候 也希望能够 有把很多准备 准备好在重要的时候 给他一个可以有长长才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边教会大家 这么多的杀球 发球跟抽球 但是什么球 就是不要去打最好 千万不要打假球 我希望大家 在这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里面 都能够以自己的实力赢得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这个社团 在学校虽然有社团 但是父母亲也不见得 让学生去参加社团 还是以功课为主 但是问题功课 读到最后大学生毕业 反而找不到工作 怎么会这样 一技之长很重要 那我们进广告 等一下 早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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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一点